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H100兽限于台积电先进封装制程产能不足,最快要到明年,台积电才有望开出先进封装制程新产能,成为市场上H100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。 使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的A800,产能虽尚未达到满载,但辉达早已划定第三季的投片计划。 从投片,封测到产出最快需要一个季度的情况下,辉达i800交货给中国客户可能要排到明年第一季。 供应链透露,辉达鉴于目前,市况需求不佳,先前没有增加投片量。 现在,AI热潮使回答订单满手,但众多因素影响下,使回答面临有订单也交不出货的窘迹。 在生成式AI热潮的推动下,面向伺服器的高效能,AI晶片需求增势迅猛,台积电也为了客户启动CoreOS先进封装产能大扩产计划。 近日,业内传出消息称,GAMD后,苹果也小量试产了基于台积电最新的3D小晶片堆叠技术的SOIC系统整合晶片,规划采用台积电的SOIC搭配INFO封装方案,预定面向MacBook使用,最快2025年至2026年有机会看到终端产品问世。 据了解,台积电SOIC是业界第一个高密度3D小晶片堆叠技术,通过Chip-on-Wafer,即Core封装技术,可将不同尺寸、功能、制成节点的小晶片抑制整合,将在台积电竹南6厂AP6量产。 AMD是首发客户,其最新发表的MI300系列就基于SOIC搭配CoreOS封装技术。 业绩人士表示,不同于AMD、苹果规划采用SOIC搭配INFO解决方案,主要是基于产品设计、定位、成本等综合考量。 若未来SOIC顺利导入大宗消费性电子产品,有望创造更多需求及量能,并大幅提升其他大客户导入意愿。 目前,台积电SOIC技术还刚起步,月产能近2000片,预计未来几年内将持续翻倍成长。 另外,CoreOS高阶,封测产能不足,压抑人工智慧,AI大厂营运将有减。 摩根大通发现,AI需求下半年持续强劲。 好消息是,台积电CoreOS产能扩张进度将超越预期,明年底前产能泛扬至每月2.8万至3万片,尤其2024年下半年扩产速度值得期待。 供应链产能瓶颈是,AI族群本拨股价回归修正的关键因素。 除市场高度且持续关注的CoreOS产能,屡屡引发讨论外,AMD日前法说会提出,部分产品持续面临关键元件短缺问题,更是冲击AI供应链股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所幸,CoreOS产能开出进度,将在2024年下半年明显加速,不止台积电,包括非台积电阵营的类CoreOS产能也都在积极扩张中,协助致应庞大的AI需求。 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,台积电最近与包括APQmoda,Disco,Duting Precision Industrial和Siantac在内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商,启动了新一轮订单。 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消息人士表示,随着AMDMI300系列在第四季度正式开始量产,以及挥达继续要求台积电尽快解决因CoreOS封装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短缺问题,台积电被迫加快其先进封装产能的扩张。 另外,台积电还继续收到来自亚马逊、博通和赛林斯等其他主要客户的CoreOS封装订单。 据悉,数月前回答AIGPU需求急速,导致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产能严重不足。 近日台积电总裁魏哲加坦言,先前与客户电话会议,要求扩大CoreOS产能。 设备厂商估算,台积电2023年CoreOS总产能逾12万片,2024年将冲刷24万片,其中,挥达将取得14.4万至15万片。 6月,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表示,台积电自有先进封装产能去年迄今几乎翻倍增长,今年到明年若又要翻倍,确实是挑战。 为应对明年先进封装的CoreOS产能扩产,甚至把一些INFO产能挪到南科去。 7月,台积电宣布,CoreOS先进封装新厂将在台湾竹科铜锣园区建设,预计投资900亿元新台币,新工厂预计2026年底建成,2027年第三季度开始量产。 摩根大通台湾区研究部主管,Coco Harvey Harren指出,根据产业调查结果,AI下半年需求依然强劲,丝毫不见放缓,在各无精元厂,系统供应商端,供不应求的缺口来到20%至30%,其中,CoreOS产能依旧是主要瓶颈所在,高频宽记忆体 HBM的产能产能亦不足。 摩根大通估计,汇达2023年就占整体CoreOS需求量的六成,台积电约可生产180万至190万套H100晶片,接着需求量较大的则是博通,再来还有亚马逊网络服务的Inferentia晶片与赛林斯。 放言2024年,因台积电产能持续扩张,可供应挥达所需的H100晶片数量上看410万至420万套。 除了台积电积极扩张CoreOS产能,其研判,其他封测厂也积极加速扩增为CoreOS产能开出,像是联电2024年下半年也将准备好每月5000片至6000片的中介层产能。 Anchor也将供应晶片对晶圆堆叠chip-on-wafer技术一定产能,日月光头控将提供晶片基板键和chip-on-substrate产能。 不过,这些新增产能在H100等最新产品的量产上,可能还是会遇到不少挑战,估计可能更聚焦在A100、A800等较旧时代的产品。 再将范围线缩至台积电,摩根大通正确认为,尽管持续对台积电中长线基本面保持正向观点,看好台积电与AI半导体的重要地位,以及接下来300米制程的强劲实战表现。 不过,短期非AI需求能建筑进展有限,库存计划也还没终结,台积电股价可能持续处在区间震荡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